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成了和解协议 有点奇怪 说实话 因为按照法庭的决定的 法庭的定论都已经出来了 作为双方 特别是作为被告方 审计的一方 已经遵照法官所做的要求 按照他的要求已经达成了 如果还需要达成这个法律 庭外和解呢 或者说司法和解呢 那只能解读成 作为原告方 针对法官的判决 法官马丁的判决 他们不会再继续上诉 不会再继续上诉 和解的做法就表示 整个围绕着亚利桑大州民主党人 对针对亚利桑大州的参议院的审计 表示投降 表示接受 基本整个挑战的概念就结束 稍微有点奇怪 就是整个和解的这个谈判 应该是来自于挑战一方 民主党人 那民主党人包括了亚利桑大州的州务卿 和 马里科帕县的县长 他的监事委的这个主席 他们主动挑起来 但是和解的文件本身 最终是由他们发出来的 所以也就变成了是 原告一方的主动放弃了法律上的挑战 到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 那共和党人 也就是参议院的议长 参议院的议长 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这都是共和党人 和包括主要进行这一次审计的 网络忍者的CEO 都在和解书上签字 提出了提出了四条和解的要求 就是双方遵守的 那遵守的要求呢 应该都是原告的一方 向这被告的一方 也就是向审计者提出的条件 其他的条件说实话差不太多 因为三条条件当中 四条条件当中 有三条呢 只不过重复了法官马丁的要求 结果附加第一条 就是作为审计的一方 网络忍者 不再去核对 那些邮寄选票 他们本身的签字 与原来他们留党的签字的 那个笔记的对比 签字的对比 这是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 呃 签字是人们认可论证的 大家公认的一个证据 这是这是没错 你签法律文件 呃 你买房的置地 你结婚都需要签字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全球公认的一个 一个法律上认可的东西 你上银行取钱 你得签字 签字完人家还得跟档案里头对 对不上人不给你钱 银行不给你钱 但在法律选票 选美国总统的问题上 在亚利桑大洲 大家阿哥了半天 争吵了半天 最后允许不去核对原来的签字 这个 你取钱得签字 你结婚得签字 你买房子签字 你卖房子签字 你到到受雇你签字 核对美国总统的选票 不用签字 我只能说 大家看到的很荒唐 在我个人角度来讲 我个人觉得也很荒唐 但它是就这么签的 今天美国的一切 就是这么达成的 我以为你只能说 在整体的层面 在我们现实人的生活环境当中 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上的妥协 是一种利益上的妥协 而人们在追求的正义的本身 里面包含了太多的虚假 太多的虚假 当然 可能从审计的一方 他会认为他拥有其他的手段 能够确认选票的真假 所以这是一种技巧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不是太大问题 对吧 你采取什么样的技巧 来获得一个结果 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我提出的问题就是 你上银行取钱 要签字 银行要跟你核对 你原来的签字 你买房子 卖房子要签字 你签完字之后 这房子可能是你的 也可能就不是你的了 对吧 比尔盖茨在离婚 两个人得签字 那签字 比尔盖茨有钱 一千三百万 他再一签字 给媳妇多少钱 签字 他选总统 查这个总统 是不是就这么选出来的 不用核对签字 达成了协议 达成了和解 出现了荒谬 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条款的出现 你可以说 是民主党人的 这个不道德 卑鄙 那你让我说 那审计的人 他道德和卑鄙吗 对不对 人们为了达到目的 人们可以失去原则 这是我想表述 人们为了达到目的 人们可以失去原则 所以当明媚的人之后 人家习近平厉害 人之初性本恶 他说对了 人之初性本恶 说对的原因就是 今天的绝大多数人 绝对绝对大多数 包括人们以为的很多好人 其实都是在利益中 在贪婪的肉语中 才会出现这种场面 人们早已远离了自己的道德 印度现在 大疫情依然如火如荼 今天创纪录的接近42万 41万多确诊 死亡的是3900多 将近4000 他的死亡率一直没有那么高 对比他的确诊率 但是从他的确诊本身来讲 创了纪录 我跟大家解释过 当他一开始突破30万的时候 我们节目中就这么说 我说可能得到7天 如果7天打不住 到14天 14天再打不住 就21天 他已经超过今天第16天 第17天 而且依然在保持着高峰 依然在保持着高峰 所以这是在大疫情的对比之下 又对等的出现了在这个美国 美国已经经历了 大概7个月的低点 美国在逐步在各地都在开放 他的疫情的状况 逐步出现低点 所以在各个地区 在疫情出现巨大的地域上的改变 那我为什么谈到印度 我们谈到印度的时候就提到说 其实在印度出现 疫情的变化本身上 有着地域上的更替 而这地域上的更替 是指说在中国出现 然后到了北美 到了北美 北美跟欧洲几乎是等同的 然后就转向了拉美 转向了拉美和非洲 但非洲很局限 局限在南非 很局限 他的局限的另外一个说法 是因为在全球的环境当中 媒体也好 社交媒体也好 人们对非洲不关注的 人们对非洲不关注的 人们在很利益 很势力的角度来讲 那人们 中规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流 其实你往生的说就这么回事 社会的主流在北美 在欧洲 北美为中心 所以地域上出现这种变动 在地域上变动的时候 从南美转向了 突然转向了这个印度 在转向印度的时候 在欧美出现了反复 主要是出现了变种病毒 在变种病毒的背景之下 回归到印度 打击印度 印度是不应该有这么厉害的 其实包括巴西 这都是热带地区 你到了巴西 都是热带雨林地区 那个东西 在那个地区 它的传染病 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冠状病毒 两码事儿的 冠状病毒不该在热带和雨林地区 以这样的方式大规模传播的 它不是那个物种 所以在英国的这个 汉米尔顿 他就讲说 会从印度转到中国大陆 在中国会突然爆发 但是在中国爆发之后 将出现一次 将出现很大的一种 人的精神上的改变 人的灵性上的探讨 很奇怪 他并没有讲说 怎么到了中国 他也没讲说 为什么病毒再到中国 新的 它是新的病毒 然后中国会出现 思想的变更 但是呢 他却提到川普 他说川普呢 他的力量更加的 更大 他背后 他有着一种 弥撒亚的神性在里面 这是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人家英国 汉米尔顿 他那个人叫 叫汉米尔顿 帕克 他讲的 在4月23号 今天是5月6号 在4月23号 英国的 啊 美日快讯报上 登出来 美日快讯报 采访了他 这话咱说开了 所以 这就对应了 在人类社会中 在我们看到的 大疫情的变更中 要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但这种改变呢 呃 他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嘿 我估计不是我们人嘴能说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